原标题,老母亲电话听闻女儿被绑架,静淡定回应,撕票吧,临近年末有些人想不劳而活过个肥年,所以为了生活他们都开始蠢蠢欲动了。 要是忽然的某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里头是一个孩子哭的撕心裂肺声称绑架了你的子女你会怎么办? 是报警求主义或是选择偷偷交赎金近日,家住大连市马兰街道负民社区的居民小刘,向记者讲述了听闻她被绑架后,她的妈妈64岁的王阿姨的从容应对。 小刘告诉记者19日王阿姨家的坐机突然响起王阿姨刚接电话笔端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嚎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直喊,妈,我被绑架了,快救我。 随即,便有绑费来威。 鞋。 王阿姨出事的确被突然吓一跳但立刻就反应过来,这肯定是诈骗套路因为小刘刚跟王阿姨通过电话没一块儿,况且这个电话显示的是外地的号码老太太寻思反正没事,索性跟他们周旋下。 小刘告诉记者王阿姨特别紧张地询问情况令对方以为她上钩了赶紧以进一步的要求但聊了一会儿。 老太太觉得无聊了便直接告诉没法满足他们要求还是撕票吧撕票吧。 撕票?撕骗子内心OS,你这不按套路出牌的,我该怎么接你的话? 随即对方一下子愣住了沉默的半嗓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 这年头诈骗电话满天飞骗子的诈骗电话打多了,套路也是不变的同样的剧情。 同样的招数开玩笑,能不能专业点?还要不要过年了? 以前当我们想到电话诈骗第一反应时,挂电话现在我们接到诈骗电话。 先和跟骗子们玩玩拉拉加长姐姐们。 虽然这次的老套路被王阿姨识破了,但现在的新型电话诈骗犯罪分子可不止这一种短信诈骗,电话优惠诈骗。 他们一般会将目标设立为中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接受社会信息相较年轻人慢,所以您便是非能力也会低一些这些。 别说老年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上当地提高防范意识是关键另外地利均提醒还要多和家中的老年人多沟通,多关心,多打电话告诉他们如何预防诈骗才是王道。 综合,大连晚报央视新闻工人日报编辑,大连怪。